近日,福州一男子在公交车上多次猥亵女乘客 不但把手伸向女乘客的胸部 甚至还坐在了女乘客的大腿上 司机欧阳农役当场就制服了这名男子 昨天,公交司机对见义勇为的欧阳师傅进行了表彰 7月4号晚上10点多 一名中年男子走到坐在后门附近的一位年轻女子身边 突然跨出右腿 直接骑坐在年轻女子的大腿上 虽然女子大声呼喊用力反抗 但男子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不但整个人压在女子身上 还不停猥亵女子的脸部 当时司机欧阳农役健壮 立即冲上前与这名男子展开搏斗 搏斗过程中 欧阳农役曾多次大声呼喊 希望车上其他男性乘客一起帮忙 可是起初啊 没人赶上前 直到施暴男子快被欧阳农役制服时 两名年轻男乘客才出手相助 搏斗中 欧阳师傅多处受伤 7月7号 欧阳师傅所在的公交公司决定 给予欧阳师傅8000元作为奖励 并打算为他申请上报 建议勇为称号 如果再遇到这个事情 我这个潜意识当中 还是会冲上去 首先要把乘客的安全 放在第一位 感谢这位好心的司机